上週五,11月8號晚上,在台北捷運板南縣發生暴力攻擊人事件 我想大家也透過新聞媒體看到相關影片 當下造成一位學生臉部被刮傷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有幾位我們民眾建勇為挺身而出英勇奪刀 以及壓制暴力嫌犯 所以在這裡我們特別感謝其中一位 是我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薛仙德警務正 他毫不猶豫挺身而出英勇奪刀壓制了嫌犯 所以才有機會讓其他幾位英勇的民眾 包括簡英祥先生、李祖強先生 以及還有一位低調的乘客朋友 三名建勇為也協助將暴力嫌犯壓制 合力制服成功阻止暴力傷害擴大 保障所有乘客的安全 我想這確實是值得我們肯定 也是守護市民安全的英雄 也是真正的勇者 台北政府我們除了授予薛情務正 終身免費搭乘捷運的獎勵 我們也藉這次市政會議特別頒發言評榮譽獎章 另外也同時給另外兩位 包括簡先生、李先生 榮譽感謝狀 以及免費搭乘監獄的獎勵 我想這不僅是對於他們的鼓勵肯定 同時也是對於願意挺身而出 建議以為的民眾向你們致敬 也同時表現台北市 我們依然是富有正義感 願意挺身 願意拔刀相助 來讓社會充滿正能量的朋友 但是你們也會說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